大鼠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二个节气,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,正是隐瞬阴天时,坦然接受太阳的热力,冬并下至,最好的时机就是大鼠,扬声从现在开始。 民间谣,一岁难过关,未有三辅天的说法,除了鼠气必然外,在大鼠前后,汗老,风暴发生频繁,鼠时之气容易成人肌肤脱离开泄,汗液增多之急需而入,导致体内阳气受损,心气亏好,故大鼠时节注意养生很重要,大鼠养生,重在阳心,大鼠时节气候炎热,而生机勃发, 阳气最为旺盛,阳气外发,气血运行亦相应地活跃,根据中医四季养生的原则,应重在阳心,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,一是,静心养生,大鼠高温扩热,一栋干火,常常会觉得心烦意乱,食欲不振,急躁焦虑等,我们称之为情绪中暑,此时以心态清净,俗话说心静自然凉, 越是,越是天热越要心静,以避免不良刺激,二是,选择一些药食同源,具有清新降火,养性安神效果的食物,如,芙苓,麦冬,菊花,金银花,荷叶,大枣,莲子,百合,小米,冬瓜,苦瓜,西红柿,西瓜,香蕉,苹果等食用, 三是,要调整起具,保证充足的睡眠,中午因小睡会儿,因睡眠与情绪和免业力密切相关,睡眠不足则抵抗力差,如果夜晚睡眠不佳,可以在睡前喝一杯五家早人福灵茶,用五家夜,三早人克二克,福灵,大枣,百合个一克, 红神零点五克,助差饮即可,睡前一小时饮用,可安神助眠,提高免疫力,改善失眠多梦,可以使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,恢复正常状态,同时消除身体的疲劳感,酸草人从古时候,就常被用来失眠,对失眠,心悸,多梦等症状效果协助,福灵具有健脾和胃,炎患衰老,明星安神的作用, 适用于心神不安,失眠多梦等症,大草,百合,红神都是条里气邪的良药,气顺顺和旧能心安神定,自然可以睡得香甜,三福样味,健脾除湿,大树季节正值三福天,树气较重,酷症会导致极为功能低下,人们经常感觉胃口不好,容易腹泻,严重时有胸闷,恶心,四肢无力等, 蛇它长比较黄腻,中医认为蛇它黄腻代表是热脂气较重,中医称之为鼠师征,要清除律师,健脾阳胃,可以喝点睛热消暑,健脾趋深的茶饮,如蒲公英一一人茶,取蒲公英根0.7克,吃小豆1.7克,一人0.7克,带竹叶0.2克,埋尺线0.1克,怀女0.1克, 健脾0.3克,绿茶0.2克,全部碾碎,做成茶包即可,每日一包,热水冲泡袋茶饮,蒲公英有清热解毒烈尿,可信火厨师,可以改善炙热所导致的恶心,蛇胎芳黄等问题,对湿热引起的痘痛也有不错的效果,但竹也能清新,烈尿,去干燥,即可消暑,解毒烈尿, 对于口舌生疮,燃饮肿痛,口腔炎等有良好的疗效,如果找不到蒲公英,可以留言给我们,我们提供有机种植的干蒲公英。 赤小豆有健脾力施,小肿解毒功效,异议人,致尸臂,立肠胃,消水肿,健脾异味,酒服清肾义气,健食龟脾,肾经,能健脾趋势,顾顺指线, 怀米具有较强的凉血脂血功效,绿茶不发酵,茶中的咖啡碱,茶多酚等多种成分几乎都保留下来,缺失效果最佳, 买齿纤维干酸,入心,肝,皮,大肠精,清热解毒,沥水去湿,散血小肿之效,湿热焦蒸,盐防中暑,大暑时间保养不大很易中暑, 其症状常常是全身乏力,头昏心气胸闷,出虚汗,四肢麻木,口渴恶心等,遇到这种情况不能狂乱, 首先,避开闷热环境,整一只明凉通风的地方,然后采用各种办法帮助身体散热,补充睡饭好好休息,再喝点淡盐开水,三豆汤,等,但对于严重中暑者还需送忙, 三豆汤的方子出自总的医学著作,注释纪验房,全食物,很安全,而且可以当糖水喝沫,三豆汤一周可以喝两次,三浮期间喝最好,最晚可以喝到除熟,吃绿豆,吃小豆,黑豆干20克,清洗干净后,清水浸泡一个小时, 将三豆放入锅中,加入适量清水,用大火烧滚后,转小火慢煮一个小时,待豆子开花后放入冰糖继续煮五分钟即可,放凉后连汤带豆一起食用, 大树养生的四个要点,一,多喝热水,少喝冷饮,防鼠湿,大树天气炎热了湿,很多人为了节可就猛喝水,一次性喝过多的水会增加心脏负担, 使血液浓度快速下降,甚至出现腥荒,气短,出虚汗等现象, 所以可乐要先少量喝水,换一会儿再喝,最好是喝温开水,不要喝冰镇冷饮,对肠胃不好,也会把湿血带入体内, 而趁热天气之寒,冬病下至,根据个人体质来选择冬病下至, 比如,慢性支气管炎,对其中,支气管哮喘,腹性,冯湿等阳食症疾病, 有上数慢性病的人,可以利用好大数这个时节治病, 趁着暑热天气把体内吃寒吃除, 若是一些体质热的慢性病人,就不适合用这种方式来了, 冬病下至,手推爱酒,三伏爱酒去食固羊,温通经络,温散含血, 或血如臂,在配合上我们的中药爱调,让爱酒不至于是半功倍, 三,属天小心患上空调病,室外温度太高, 很多人躲在室内开着空调,虽说是降热了, 但是室内外温差大,很易感冒患上空调病, 空调温度过低,或是对着人吹,也会加重湿气, 所以属天空调房间的最佳温度为25度,27度, 每隔两小时要通风化气, 四,大树饮食清淡为主,大树时节,饮食要多咸少甜, 以清淡饮食为主,既希腊刺激油腻生冷的食物, 不一定不,最佳调味品是食醋, 最佳蔬菜是苦味菜,最佳糖尿是番茄糖, 最佳饮料是热茶,从冰箱取出的食物切物直接食用, 饮饮食几分钟后再食用,或是加热后食用, 冰冷刺激的食物不要吃,大树辣, 用一条给亲人朋友们送去万般情谊, 千万光环,百般祝福, 祝大家健康过夏天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